人进入思维空间还是人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幻想 假如人可以进入思维空间的话 那么进入思维空间的人 还能称之为是一个完整的人吗 如果不是称为我们日常口中的人的话 那又该称之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是繁琐 可当你真正仔细地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 原本繁琐的问题也变得那样条理清晰 一切的一切都从德国的一位数学家说起 他是一个疑病症患者 但也正是因为这个病 让他证实了思维空间真正存在 但不禁引人深思 进入思维空间后 人又会变成什么呢 这一切的一切都将从这个德国数学家说起 他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波恩哈德·黎曼 又年时天赋尽显 波恩哈德·黎曼生于1826年 是德国著名的数学家 他开创了黎曼几何 并且在数学分析和微积分几何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也正是他开创的黎曼几何 给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毫不夸张地说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提出 也是从黎曼几何中考究出来的 可见 黎曼在数学领域的贡献 有多么显著 1826年 黎曼出生于汉诺威王国的一个小镇上 也就是现在的德国 他的父亲是当地的牧师 一个普通的牧师家庭 并没有给幼年的黎曼带来什么影响 反之 他度过了像平常孩子们一样的愉快童年 其实黎曼的家庭里一共有六个孩子 而幼小的黎曼在其中排第二 也算是一个哥哥 虽作为哥哥 但他却是一个安静多病 而且害羞的人 和同龄的孩子相比略显内向 终生喜欢孤独 他的同事戴德金 便是少数了解黎曼的人之一 据戴德金说 黎曼除了身体状况不太乐观 他还是一名疑病症患者 也就是这样一位多病多灾的普通人 却在今后的生活中 展现出了诸多的发光点 求学之路 巧证思维空间 1840年 黎曼搬到汉诺威和祖母生活 并进入中学学习 和祖母一起生活的这段时光 是他最快乐的时光 可惜 好景不长 两年后 黎曼的祖母去世了 这对黎曼的打击很大 曾一度让黎曼病倒在床 四年后 在1846年 成绩优异的黎曼 如愿进入了歌亭根大学学习 哲学和神学 在此期间 他却听了一些数学讲座 因为他的潜意识里面 还是清楚 数学才是他最喜欢的学科 尤其是高斯 关于最小二乘法的讲座 之后 由于无法抗拒自己内心 最真实的选择 黎曼决定和父亲商量 要求更改学科 最终 作为牧师的父亲妥协了 虽然父亲 还是十分希望黎曼 能够继续学习神学 以使得自己的牧师工作 能够后继友人 在得到父亲的允许后 黎曼改学数学 黎曼在大学期间 曾经有幸获得了两年的时间 去柏林大学进修 在柏林大学进修期间 黎曼深深地受到 CGJ雅科比和PGL迪利克雷的影响 于是乎 无法拒绝内心真实想法的黎曼 在一年后的1847年春天 转到了柏林大学 投入亚科比 迪利克雷和斯丹尼门下 努力钻研数学 两年后 他回到了他的故土 哥廷根大学 学成归来的黎曼 对于数学 又有了重新的认识 在1851年 黎曼在不懈的努力下 成功论证了 科西黎曼方程 不仅如此 黎曼还借助迪利克雷原理 阐述了黎曼映射定理 黎曼的这一举动 一举震惊了数学界 让世人知道 在数学领域 还有一位叫黎曼的数学天才 黎曼映射定理 后来成为函数的几何理论的基础 还不仅如此 在1854年 深受高斯影响的黎曼 发扬了高斯 关于区面的微积分歧和研究 同时又提出了 用流行的概念 去理解空间的实质 使得数学发展 升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而后 黎曼又用微分 弧长度的平方 所确定的 正定二次形理解度量 再一次轰动了整个数学界 黎曼建立了 以自己名字命名的 黎曼空间概念 黎曼空间概念的提出 把欧式几何 非欧几何 包进了它的体系之中 算是对现今数学 主要理念的一次包揽总结 也同时证明了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四维空间 人进入四维空间后 还是人吗 在黎曼论几何基础的 假说的论文中 黎曼不止一次地 提到了思维空间 此论文发表之初 便引起了科学家们的 广泛关注 再一次掀起了轩然大波 而当时读过此文的 科学家们都纷纷感叹 黎曼提供的新思路 会是人类历史上 最为新颖的 对于维度空间探讨的 新的里程碑 使得人类的思维 在维度空间上 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未来 人类将开启 探索思维空间的旅程 在21世纪的今天 其实在当代的很多人的眼中 思维空间 早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反之 思维空间离我们很近 近的 只要一伸手 就可以触碰到 思维空间代表的是 比人类所处的空间 更高一级的空间区域 简单来讲 就是比我们所生活的空间 要高一级 但是 早年间 在18、19世纪时 世界经济的发展 都十分缓慢 科技实力 及社会生产力 严重低下 甚至有些人都无法 满足自己的温饱问题 当时 二维空间和三维空间 在社会上 还未被广泛认知 更别提 存在于三维空间之上的 四维空间了 而当黎曼的证明 四维空间的真正存在后 人们的世界观都得到了刷新 使人们能够重新去认识这个世界 而至此 人们也不经意提出了疑问 假如人类生活在四维空间后 人类会有什么变化吗 人还会是人吗 那么 如果我们真的有机会 去四维空间的话 我们的生活将发生怎样的改变呢 首先 我们有一点需要明确 以及肯定的是 四维空间与三维空间 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其中最明显的差别 或许就是四维空间中 存在的时间度量 时间度量 这是三维空间所缺少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三维空间 只有长、宽、高 这或许是二者最为本质的差别 与区别罢了 所以 倘若我们真的能够迈入四维空间 并能适应四维空间的生存环境的话 那么 我们的生活也不会变化太大 亦或许 我们将能够成为时间的主人 由我们来自由操控时间 真正成为时间的主宰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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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